來 請客 開始見人 老闆把便當交到顧客手裡 不但沒收錢 還跟對方謝謝 也讓原本要上門消費的客人 又驚又喜 過程來買 來工作那麼多人 很驚訝 很感恩 我這樣問他 問他不要贊助 免費便當一號中午 就在台東市區的自助餐店發放 總共要送出約400顆便當 由於主菜配菜一樣不少 每個人還能領取兩顆 排隊人潮從店內排到店外 只是到底什麼原因要免費發送 不但門口的公告 寫得不清不楚 就連老闆也語言又止 想說對一點是 讓大家開心也讓我自己開心 其實老闆可是一臉無奈 因為最近半年 營業額突然下降 上個月更少了近10萬元 而他調閱監視器 才發現工作三年半 原本負責收贏的女員工 一次在找錢過程 把500級千元大鈔 偷偷塞進抽屜深處 再找機會趁機放進自己口袋 雖然罪證明確 但對方卻不肯承認 才讓他直接報警 後來轉念一想 認為危機就是轉機 其實我現在已經放下了 我不想去理他 看他的後續怎麼發展 我就是隨緣了 雖然便當免費大放送 讓他多花了近4萬元 但比起日前 起尿器 Gabote的損失相對較小 重點是出事後 得以調整心情 才能用完美笑容 來迎接客人 TVBS新聞劉靖元 台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